- 被BAN -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有哥 I'm Yuga 今天要來玩艾里 艾里被削弱了好幾次之後 他現在真的很少看到他了 主要是現在大家都不太敢手搶艾里 我記得以前強的時候 每個人只要艾里沒有被BAN 被BAN集選 就是這麼強勢 但現在大家很怕選了艾里之後 對面出現了夜叉 直接被Counter 這真的很難過 所以現在要嘛 就直接把夜叉給ban了 不然呢就是選出艾里 因為現在艾里齁 你看這個前期 他有很長的過渡期啊 他要出到王者之後 你才會覺得你的一套傷害 是可以秒掉人家射手或法師的 好了那這場遇到艾蜜莉喔 前幾天我才介紹艾蜜莉 是輕鬆可以打夜叉的角色 真的是一物克一物耶 高手克廢物耶 這句話真的是這樣形容耶 艾蜜莉可以克夜叉 夜叉可以克艾蜜莉 可是呢 艾里又有辦法去跟艾蜜莉打架 這句話形容的真滴好啊 只要出到拘魂 我覺得艾里在後期 是不會輸艾蜜莉的喔 OK 那前期就是穩穩的兌現 因為艾里前期嘛就 把你的煉金給疊好疊滿 把錢賺到包包包 巴巴巴 沒什麼大問題 OK 農農農 那其實你要找機會的就是跑線啦 因為最近我出很多凱撒路的影片 都會教大家 你有機會的話 可以多跑線 去看看別路 說不定你會遇到一些 比較奇特的奇蹟 因為你看我在凱撒路就是 我打你 你打我 就 要殺到人齁 你真的在高端局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就會想說有機會可以去跑線 可是這場隊友幾乎都是在魔龍路那邊打架 所以這個要跑太遠了 這有點困難 除非在中路打架的話 我可以過去看一下 真的 那我這邊清完兵線 我隨時隨地都會去看 我隊友那邊打得怎麼樣 需不需要用到我 像我這邊先跑線啦 你可以看到我們凱撒路的兵線 還要很久才會到 那利用這個時間跑線 那我這個跑線 其實沒有拿到任何東西喔 那如果真的隊友那邊打起來了 我覺得 多我一個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我講過嘛 前期大家的經濟 其實就差個一兩百塊而已啦 要怎麼差就差在你的技能 對吧 多一個人等於技能都多了三招 那真的差蠻多的 那這邊一個大砍砍 砍不到 至少有嚇跑他 應該可以吧 好像沒有嚇到耶 好啦那繼續回到凱撒路 因為愛里前期就是 他增傷就是那麼的低 就是那麼低 要農好久喔 這艾蜜莉也不是好惹的 因為他開大之後 我沒砍他一刀的傷害 他都會被解滅 那我這邊稍微周旋一下 因為我看到 講話來了 艾蜜莉再見啦 他要去賣蘿蔔糕了耶 講實在話 我對蘿蔔糕老實講是 有一個小陰影在的 因為每到過年 我們家在山上 有一塊地 就會種很多的蘿蔔 那那塊地呢 我爸媽都會 種了蘿蔔之後 拔來自己做蘿蔔糕 每到過年 我爸媽就很喜歡 他們真的自己 用米去磨那個米漿 加上自己的 蘿蔔 就是菜頭 變成蘿蔔糕 他們很喜歡吃 但是呢 我就覺得 實質無味 因為那蘿蔔糕 就是 就很像去吃早餐店的蘿蔔糕 你吃的是什麼 他的醬油糕的味道啊 除非你吃那種港式蘿蔔糕 才會有一點 特殊的味道 可是我們家是做那種 最傳統的蘿蔔糕 沒有任何味道 可是我們家 連醬油糕 我們家是 基本上是不會買醬油糕的 所以只會有醬油 反正就 沒有那麼喜歡啦 恩 OK 講完這個 小陰影之後 我們還是跟艾蜜蔔在對線 好消息是對面的打野都不曾來關顧過我啦 就是那個潘茵都沒有來找過我 所以我可以打得很深 清完兵線還有時間可以跑個線 但是呢 跑了線 又是沒有拿到的東西 反而是我們隊友很殺 9比2 真的是9比2 清個中兵 然後這艾蜜蜜也跟著我跑線了 這是正常的 因為你看到對線的人跑線 你不跟著跑齁 當你 魔龍鹿可能死得很悲慘的時候 你就會被問號 那這邊艾蜜蜜可能要被問號 但這也沒辦法 因為我有假蟲 我覺得 勝敗很多的關鍵 不單單只是在個人 因為我覺得傳說對決 你打得越高 就是你的排位越高 你會發現到其實你的對手 也有一定的實力 你要單殺他齁 其實很困難 但是你要把他打殘 很簡單 像我這邊 甲蟲又跟著我蹲 這個甲蟲呢 就是也蠻會玩的 那這邊 因為潘因 第一次看到他 看到他呢 他就是一個大招 飛進場 砍 砍 好 我跟甲蟲死掉了 我自己也是死得蠻那個啦 因為想說我剛剛可以砍 可以回個血 但 回的血沒有比 潘因砍得還多 那這邊 我們甲蟲在紅區出事的喔 他是被秒掉的喔 你就知道 潘因在這版本 是真的蠻強的 我本來蠻血喔 潘因靈魂過來 砍我兩刀 我差一點被他秒掉 要不是我的被動可以回血 我剛剛真的會被他秒掉喔 對啊 你看潘因 他可是逆風捏 還這麼強啊 哇 你就知道 這角色不簡單 那皮皮 吸得好 吸完馬上下車 喔哇 洛里亞那個瞬移 也是腳得很棒 然後 他的球 他的球好痛 我要回家了 我不敢再追他了 萬一他球再丟過來 我死掉我就慘了 那這場的出裝呢 可以看到兩把的王者 其實 最好是最後一件出涅槃啦 啊這場呢 就是因為 比較順風的場 所以才會出兩把王者 不然正常的情況下 我就是一把王者 然後會補一件坦裝 那 要補 魔防還是物防 這個就要看對面的陣容而定 像這場 他們就 諾可西 洛里昂 購一下 潘因 魔攻居多 那就可以補個魔防 那這邊 被拉走了 好問題不大 至少我們還是 順風局 而且我現在啊 王者出來之後 那個增傷 是可以砍到 1000多的 也就是說 一個軟皮腳 血量差不多是多少 是 5-6000嘛 然後 我一套傷害 是可以 把一個軟皮腳 秒掉的 這是OK的 那他 在我後面追 又想拉我 可是我們隊友這邊 打起來了 感覺 絕可以 皮皮吸一個吧 我又被拉走了 吸得漂亮 下車 砍 砍 砍 超險有皮皮的耶 沒有皮皮 我應該也是死掉 死定了才對喔 這場 對面肥起來 也是不好惹的 這邊蹲一下喔 上面有兵線 可是 諾可西 不是我的重點 重點是 這個亥雅 這個亥雅 直接 開大招跑掉了 這麼會跑 欸 潘茵 潘茵在草叢 哇那個潘茵 他他他他 不要娃娃 潘茵兩刀 差一點把小丑給秒掉了 洛里昂的大 丟得很棒耶 那這邊有 諾可西喔 我一直很擔心 諾可西的大招還在 因為我沒有看到他拉 我不曉得 喔 他用了 他用了之後 就是砍爆 對 諾可西只要空大 他就死定了 手無伏肌之力 就是在形容 沒有大招的諾可西 隊友那邊打起來呢 我本來要弄 洛里昂 結果遇到 半路 離路的潘茵 我猜啦 潘茵剛剛 他的視角可能也是在看 野區那邊 沒有注意到我 所以才會在我面前走過去 然後就被我控爆 一套帶走這樣 因為我剛剛 我也會去看洛里昂 好啦 帶走一個潘茵 皮皮那個吸冰 其實我覺得吸得很好 因為他只要吸在肚子裡 隊友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直接點他了 可是剛剛小丑不太敢點 這邊 直接上了 我不管了 我不是好惹的 可是呢 哇這個洛里昂好痛喔 哇還凝霜 凝霜太狠啦 不過這一場 反滅 又差不多要結束囉 愛里農到後期還蠻好玩的啦 不過就 很愛他 對面會選夜叉 真的很怕 很抖 不敢手搶 我都很慢才選愛里 那愛里就分享給大家 我是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